胡道平下集 这小子端了金店 到手28万元 马上他就去买了一辆轿车 之前他说了车库啊 我整车库 我就跟大家说了 我买车的 你们以为我买不起车 我干啥的 我做古董生意的 他跟人说在外面 倒卖古董 我可能说半年赚不着钱 但我赚一泡 可能就十万二十万 所以说 钱到手赶紧先买一辆汽车 这车的牌子是 领阳白色的 车牌号是 川X16012 给大家看一下 领阳 这就是我特意找的 2004年胡道平买的那款 胡道平同款 领阳叫车 你看这小车 我跟你说这小车叫 这车鼓了啥的 可小了 这车挺轻的 你这我试过 在后面 我觉得那个车后面小载体 我一使劲 我能给他抬动一下 都能把那车鼓了抬离 抬离地面了 这小车真挺轻的 啊 胡子哥同款的 就这个白色的 他当年买去这个 哎呀 说起这个领阳啊 那可是有故事了 也是在2004年 这个勾起了白鸽的回忆 啊 当年我亲耳听到几个女大学生在那块讨论 他们说话让我听见了 就说在那个网上啊 他认识一个男的 然后问他说这男的啥样 他说呃 三十三十多岁 三十出头 跟胡同平一样 也是三十出头 啊 说吧 把这小子自己 他说没结婚 长得那样 我看照片了 他可以 然后你就问他说 他有钱吗 他说那个做生意的 呃 应该有点钱 他开个领阳 我跟你的听说领阳 领阳还行吧 就他们说话 女大学生让我听见的 原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年要是在北京 三十多岁的胡道平 就他那样的 开个领阳 除去泡女 女大学生 成功率不低 就这概念 胡子哥买了小汽车之后 立马就除去泡女 结果一年时间 其实不到一年时间 他拿下两个 嗯 具体是谁 细节就是什么的 是不清楚 反正吧 一个是杭州的 一个是月池的 都是二十多岁 就二十出头 不是二十八九 二十刚出头的 就是美不胜收的概念 小女友 他享受到了金钱带来的快乐 同时也下定决心 我要搞一千万再收手 因为他觉得这整个一二百万好像不解决什么问题 一千万 在他的思维里面 对于一千万 只要努努力 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我作案的方式是万无一失 警察肯定破不了 你看前面 我这干掉两个 这案子不破不了吗 我用这种方式进去 然后干什么呢 我可以成功 再放大火 胖牛的同时呢 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月池县邮政局的金库 在上级结束之前 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这件事情 最后他去买了一个长桶的望远镜 然后那个游动局对面是一个七层还没竣工的那么个楼庞 他就跑到那块去 然后拿着望远镜 就在那块长时间的观察 在那块瞅 跟那个雷贵敏的方式差不多 就是研究这个金库的结构 整个就是说这个银行里面的那个结构 门怎么进 哪块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监控之类的 特别是值班人员的一举一动 还有那个就是整个金库前后面就是那些漏洞啊 从哪块适合进去 把他管的山西江 钓鱼杆之类的 这是什么锁 怎么安全 反正就一切细节吧 研究完之后 最重要的就是等待最佳时机 他认为这个金库里面的钱应该是非常多 如果能把它搞成了 没准几百万以下就办到什么 所以说呢 必须要耐心的等待 确保一举成功 2005年1月12号晚上 月池县全程停电 突然停电 就今天晚上不会来电了 他们当时正处于那个干旱期 反正就是那天晚上就停电了 没有电 活到平大喜机会来了 就这一天他马上就决定 然后火速带上所有的作案工具 开着这个灵阳车就上了高速 不是说月池县邮动局吗 你上高速干啥 你问月池呢 这就是他之前设计好的一个套路 我先假装离开月池 是不是啊 然后我上了高速之后 我不用那小票吗 离开月池 到了外地之后 我再从小路绕回来 然后我在这边做案 做案之后呢 我再从小路绕到外地 再从外地走高速回月池 我有一出一进的这个发票 证明我不在月池 我没有做案时间 他是这么设计的 深夜时分 他就来到了邮政局值班室的围墙外面 怎么翻过这个墙呢 他之后还是有梯子的 第一次他是拿那个钢签 拿钢签往那个砖墙 那墙缝 对进去 然后把那个 他朋友切科机啥对我吗 他只拿着这一个毒气瓶子 把这毒气瓶子上面用个绳子给他绑住 自己这么拿着 拿着绳子这条 然后用脚踩着那个钢签 这么借力 一借力 搭上墙头 就上去了 到墙头之后又什么了 把这个气瓶调出来 再放下去 然后蹭下去 就这么进来 进来之后吧 他就到了那个防盗门跟前 这个值班室外面是一个防盗门的 不像那种破门 也没有什么排气口 怎么进去呢 他拿出了一个 一个簪子 就像锥银子什么 那么一个东西吧 就簪子 他把防盗门那个猫眼 一截热口把那猫眼给戳破了 然后这次他是没有用那个钓鱼杆 就是把这个毒气瓶那个细管子 从这个猫眼 给你伸进去 然后你就往里面放弃 过了一会吧 他就趴上门 就听哎 有人在那声音呢 哎呀 难受啊 救命啊 就听这些东西了 再听过一会儿 鸭雀无声 一点声音没有 然后他就跑过去 把这个院子 大门打开 再把所有物件 从外面给搬进来 门在里面一关 卡一扣 接着取出了那个撬杠 就对那房仲们 使劲整啊 无论咋整 没事儿到底把这门给干 进屋之后啊 后来就他描述是怎么的 他发现那个值班员 还这么一动一动的 一共是两个值班员 一个叫陈泽平 当年32岁 另一个叫张勇 当年30岁 他们俩都是这个邮政局的经纪 经纪警察 一看他动 胡道平就抽出了个刀子 过去就开通 对那个陈泽平 脖子 左胸这地方 啊 就这么这么疼啊 干了40多刀 你们知道 你自己捅试试 就这么挥40下 多累 啊 肯定死了 妈的 你还敢活着 刀一扔 然后他又拿出一个锤子 对着那个 那个张勇脑袋 又一顿狂杂 就是满嘴牙 事后验尸 满嘴牙一个不上 全咋没了 眼眶 啥的 整个脑子 基本上属于杂希腊 就这种 就当时这个现场的警察的时候说这人怎么这么丧心病狂啊 这么狠呢 他就就发现一个人也不知道是真动还是假动还是错觉就 因为那是警察警察是有枪的知道吧 警警都是有枪的 那时候就给他们干的 就是百分之百死必须得死 完成之后OK 放心的开始切割这个这个金库啊 就跟雷国民的方式一样 他把那切割机搬进来 然后一喇嘴就在这割 可是割了半天啊 就是嘎不开 无论怎么整这金库大门就是嘎不开 哎呦给他气 耽误了太长时间 就瞅那火星子嘶嘶嘶嘶指貌 割了半天就一叶就嘎不开 然后怎么办呢 一瞅,哎,旁边有几个保险柜 又过去切那保险柜家 在那会儿切 还是切不开 这怎么,就他一个失误 他高估了这个切割机的能力 他认为这个切割机 足以把这个铁门给切开 保险柜能切开 实际上在之前他没有经过实验 这可能就是不方便 因为他在自己家车库里就切 动静太大了 可能是会被别人怀疑 他就没实验 结果来了之后,干不开 可是那也不能白来一趟吗 他在屋里就找了一圈 发现了有一支长枪 还有那个子弹 他以为是冲锋枪的 就给拿着 出了门,这一看 这是一个防暴枪 大失所望 哎,这老破枪 去你妈的,直接给他扔到花坛里 事后得让那个警察找 其实啊,这个金库里面当时有三百多万现金 如果说他那个切割机给力的话 这下子他彻底放在了 就这么一个事物 回去之后他特别生气 这老破切割机耽误了我大事 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就干不开呢 我应该 想个办法我去试一试去 对不对 哪怕说花点钱买那个类似的防盗门买那么一个 然后那个试试 一下子他都到那现场去查去了 去考察去了 就是第二天还去现场围观 啊,啥人啊,怎么回事啊 这金库被人被偷啊 就在那个人群里头打听 跟那个普通老百姓一样 气得气得特别生气 三百多万现金呢 然后他想一想 他说眼前吧 还是搞金电靠谱 金电那个防范不像银行的金库 对不对 进去之后了 那金银手势给你打包 就跟上次似的嘛 然后他比较着急 火速的踩点找了个目标 是广安市的 就是去广安了 人民商场旁边有一个金百利商店 金电 2005年3月12号晚上 他携带着所有工具 开车到了金电直白市的门外 这次还是用那个教育杆跟之前一样 外面有个排气口 把这钓鱼杆从排气口伸进去 然后把毒气给送进去 完了 就听呗 在那边仔细听 可是奇怪了 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他听了很长时间 依然是没有丝毫的声音 既没有人打呼 也没有声音 你说这怎么回事 假如说就咱才现场呢 这方式 为什么 都声音这咋没声音呢 胡子哥一整不永贵了 他检查了一下这毒气瓶是不是没气的 有啊 他就给自己掌握 这些毒气很管用的 干蒙圈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肯定就不敢直接敲门去了 所以呢 兴兴离开 没做成 实际上这个屋里面有一个值班女儿 她是个男的 他确实吸入了毒气 没等他声音就直接死了 没声音就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值班室 他的面积特别小 只有三四平方米的 很小很小 然后那老毒气呼通往进一整 量很足 就是直接干死了 来不及声音就死了 可能这哥们身体也是比较弱一点 所以说胡子哥他又想不通呢 特别坑人是不是 这就是因为吧 他还不够专业 所以说咱跟你讲 做啥事情 你必须得找专业的人 别自己研究两下子 就以为自己明白了 像这健身师 我跟你说了 你自己在那边狭恋 白扯 效果很差的 必须得找专业的 两次没有得手 那肯定是气起败坏啊 到现场一看之后给气的 一听说好几百万擦肩了 我这里头也不少钱啊 那个金店 干一泡 至少整个那几十万出来 去完了 继续猜点 开着他喜爱的小羚羊 到处去绿屋的 就成天哪都去啊 有钱也花了不少 经过半年时间 他再次锁定的一个目标 就是越池县百庙镇的农村信用室 也属于银行机构 值班的是两个人 男的叫蒋维扬 当年51岁 女的叫郑英 当年49岁 瞅着年纪 俩人一起纸班的感觉就两口 对不对 正常的话不两口的 男的女的咋去纸班啊 咱也说不好 感觉像两口 2005年9月5号晚上 胡子哥轻车熟路 来到了信用车的纸班室门外 也是把这个毒气送进去之后 亲人们就听哎 这下子感觉来了 里面传来了声音声 哎呦哎呦哎呦 赶紧戴上手套 把这房门给撬开 进去一趟 这俩人一动不动 但是这次胡道平他没有杀人 他觉得应该是死了 即便不死的话 他俩也是昏迷了 都昏过去了 能把我怎么样呢 你扑了他起来起来了 一个五十来岁了 然后你迷得呼的 你起来之后 拿了电锯 直接搂你对不对 他就不想浪费时间 一看不动他赶紧干活啊 拿七个鸡去 别在这会儿了 那个耽误时间 然后对着金库的门 就开始 喀一拉着 开切 嘎一会儿 咔嚓一下 切开 打开以后 这金库里面有一个保险柜 对着保险柜 咔又切 弄开之后 发现里面有十八万的现金 打包 干走 由此可见 他是更换了切割机 因为这说法 在官方的材料里面 是没有说的 可能他们不想透露这个信息 我们就能推出来 他一定是换了切割机 否则这保险柜之前干不开 现在咋又能干 上次没干开他也不换 对不对 在外边人就没说 不想的那啥 让大家知道通过什么切割机 才能把那切开 咱可以推出来的 那么相信他非常的后悔 上次我要是用这个切割机的话 就是三百多万 这次呢 只有十八万 事后那两个值班员全死了 一样花团中毒 就当时就给干死 没等他杀就死了 然后啊 就是掩盖着做完路线了 咱们说了 他就用那种方式 来这个信用社之前 他先是从越池县那个高速 他去哪 去南冲 这样他拿到了一个交费的那个发票 然后他把个发票 就往他那个林阳车 风脑波的前面 写醒目的地方 他这么一放 到了南冲之后 他绕着小路没有监控的那个路线 拐着拐着又回到了越池 然后去做案 做完案之后 他那个把这个车开回家 找那个路线 就是那时候监控路线是 监控特别少的监控 他回家之后 把这些所有物品都 先买到那个沙堆里面 事后他就把那切割机 也仰起瓶子 藏到别的地方去了 往那里一埋 他赶紧开这小车 又去了南冲 就是绕小路去的南冲 知道吗 然后他这个 从南冲又上那个高速 往越池往回开 路过那个同兴收费站的时候 留下了一张发票 站在车上有两张发票 就是一出一进的 到了越池之后 他开车绕路去了 越池县的火葬场 把这个车在火葬场那边停下 又走路找了一辆摩迪 回家睡觉 睡醒之后 坐出租车去那个火葬场 把自己的羚羊车开回来 用了这么一大套非常麻烦的方式 就是为了安全 想制造自己不在现场的这个假象 那么到这块 有的人可能会问 说你这个发票是有时间记录的 况且收费站 他都是有那个监控啊 对不对 你这时间呢 你看看 你这时间过来了 然后你又从那时间回来 中间这个时间是作案的时间 怎么解除你的嫌疑呢 不是那样 关键是咋的 他具体作案的时间 警方也是确定不着 警方只是知道 今天晚上做的啊 第二天早上被发生现场 具体晚上几点几番做的 警察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那反正 我天一门黑 我就出那个月池了 然后我去南冲了 在南冲那会儿 我吃了点东西 我休息了一下 对不对 我又 天亮之前 我开车回来 整个一晚上 我没在月池 我有出和近的两张票子 你可以查这个高速 他的那个监控录像 都是我 就是我开着列车车 警察只能确定 今天晚上做的 具体事件不行 所以说呢 他这个就是 可以最大化的 掩盖自己不在现场 否则那你怎么掩盖啊 对吧 这已经是最大化了 可是连续的杀人作案 警方怎么追查他们 虽然说没有任何证据 但是警察也有办法的 他们就是用了一个 笨方法 是吧 猜 就是存猜 没有证据 那咋说 猜吧 让所有警察 去他们负责的片区域啊 那些地方 挨家挨户问 你们觉得谁可疑 是不是 就是这些年或者最近的世界你感觉谁他的钱来路不挣 然后你看不看见一辆什么什么车 或者谁骑三车车要开什么车 在这块水灭转 感觉谁可疑 就给我们那个告诉一下 两天后有人提供了线索 说他看到过一辆凌阳车 总是在白庙那块溜达 有好几次就在信任社那块停下来 而且他把车牌号也借了 就是穿插16012 哎 就有这个多管闲事老百姓 他眼睛就欠 我就看你 哎 昨天我看见你这车的 今天怎么又来 你什么情况 他顺手他就把车牌号机 然后他就举报 这就是胡多平他想不到 所以说做案吧 跟你们讲 真的很难的 你想说的 就做一个偶尔做一把 可能说不会被发现 有这种可能性 做多了之后 真的有人眼睛特别欠的 手也欠脑子也欠 这事就给气起来 为什么呢 你晚上来了谁说 爬人家楼啊 入室啥的 一门到爷们大晚上跟老婆 少家了 或者心事重重 啪窗口说 嗯 一下就看见你了 在楼里面 你不知道他是谁 他得你看明白的 多种情况 你想完全做到一点痕迹不留 那个是要靠运气的 于是呢 警察就找到了这辆车 一查车主是朱念琼 就胡道平他那个新老子 然后再查查这女的 他那些熟人啊 别人都说 说这车是他老公在开 这小子平时做什么生意的 不知道没见过 他说他倒霉不懂 反正往他家里喝有钱 你看 有楼又有车 生活乐呵呵呀 在我们当地 我们这村子里面 就藏家过得最好 然后呢 警察马上就当天 就去找胡道平来 简单一问 说你这个身份证啥是本地人 可是你这口音是外地的 那你之前是什么地方 然后他说我是那个孤儿人 我流浪 我不知道他家在那的 然后警察就不信 就问他 那天九月五号晚上 他说你干啥去了 这我去那啥南冲了 我给你看看这票子 拿过来了 警察把这两张发票拿吧 说这也不能完全确认 可以当成一个证明 这不假 但是你完全可以从南冲 到南冲之后再回来做案 虽然说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有可能性的 不能绝对证明 你是没有做案时间的 然后呢 警察就去汤家搜查他 在汤家找到了 那个那个那个是长筒望远镜 手套 还有个头灯 就是在脑里带那个灯 跟那个矿工是那种 还有一个翘棍什么的 不对劲 正常人家 不会随便拥有这几样物品 就是同时拥有 这几样一看就是做案 那咱们家就有权有的 然后就把这小子当天就给他抓起来了 他就说啥也不知道 我就有了 长头望远镜我就买玩的 能怎么定 我就买这套了 干活 撬杠 撬杠 犯不犯法 我啥也没干 哎就不承认 然后提取他的指纹 当时有了一个自动对比的技术了 经过对比 跟两千年月池县有一起盗窃案 在现场留下的指纹是江洪 就是说吧 咱们讲了他这些拖位票之类的 还有一些盗窃呢 那起盗窃案子是 咱们这没有详细资料 估计也没啥用 就是他入室盗窃 他没戴手套 可能我猜 就是他这啥 临时 看着谁家 挺好下手 他就顺着进去投给吧 也没准备 这么就留下了一个指纹 然后警方在那个现场把指纹提起之后 一下子跟他指纹提了 OK 这个盗窃案是你干的 口问题是 那个盗窃是他干的 这些杀人案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接下来吧 就是全国警方统一的标准模拔案 就是经过我们的缜密审问 旁敲侧击 迂回在怒斥大喝一声 我们加大了审讯力度 胡道平终于败下阵来 交代了一切最新 反正也就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用那个警方聪明的智慧啊 用各种那个手段 完了一下子就把他给杀了 找了 这就胡道平他落网之后 审完之后他的样子给手铐子戴上 您瞅瞅当时我接过讲上一晚的时候说这小的胳膊挺粗 他胳膊还行不是那么粗 但这俩个胳膊的 你瞅那手掌挺有劲的 这大巴掌 而且你看这脸是这样一瞅着 是不是就胡子超了 挺猛的家伙 你这大块头嘛 干的干啥棒棒的挑腹就有一把子力气了 但是脑子也挺聪明 一点都不少 你看这样 扯着不上档次 咱不曾说 他要是真不招 证据还真的不足 我感觉吧 就是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十二月初 有这个记者去采访了胡道平 然后呢 给大家看见这个采访图片 这是看上了 已经换成这个马甲了 然后隔着这个门 隔着这个铁窗户 这家伙 他就说了很多话 把那个他跟记者说的话 咱给大家捣过捣过 把他图缩小一点 放到这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去采访他 他就说 他说我小时候特别穷啊 我看见别人有吃有喝的 我就感觉人生对我太不公平 所以呢 我就发誓 我以后一定要过上和别人一样的日子 他想过一个正常人 然后他说我认为自己的手脚已经相当干净了 就我作案的时候非常小心的 我只是想看看警察怎么破案 就是你为什么到现场去那个跟群众一起打听这个打听那 他说我就想看看警察怎么破案 今后呢给自己提供一些抢劫的那种想法 然后你还做不做啊 他说我时刻告诉自己 要过好日子 必须得继续干下去才行 而且尽快干一片大的 他说我梦想的生活 在那个被抓之前 我基本上都达到了 我不仅仅过上跟别人一样的日子 我还大幅度超过他 是不是 我有小吃 我有楼房 我有俩老婆 俩孩子 一般人能比得上我吗 还有两个小情人 人家干啥事都要成双披对的 虽然是这样 但我对金钱方面还是不满足 总感觉不能衣食无忧 这就是咱们说那个 就吃着玩意想过的 刚才还说这事 对吧 说被抓之前 我虽然抢了十把万 但是我的目标是要弄够一两百万才收手 如果我在外面还会继续做案 因为那种感觉想停 都停不下来呀 就做案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过瘾 上瘾 有报道说 他的目标是一千万 咱们根据他的说法呢 就算他把这个邮政局内金库三百万种的手 我觉得他以后还会做 但是呢 如果拿到了这笔巨款之后 他是可以消停一段时间的 他不是那种 就是撑钱就想往死挣钱的人 挣完钱之后 他一定是想改善生活 及时行乐 当然了 如果是一直不抓的话 一千万也不够 这种人吧 一旦到了这种地步之后 他是不可能停的 他在那个抗讯所里面多次宣称 自己是广安的害人虫 希望呢 政府赶紧给他敲命 2005年12月7号上午 广安市中院公开审理此案 宣判 胡道平死刑 没收全部财产 至于他那个房子 汽车啥的 是否都没收了 这个确诊不了 我觉得那个车肯定是会没收的 但是他那个房子不见得能给没收 因为毕竟是啥呀 另外那个他的老婆朱念穷犯了包庇罪给判三或四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图片 要他来一起判刑 哎呀 这个人的啥 那个没有 我这图片忘记了 等随后这个 我剪辑的时候把这图片放到这里 就是他老婆和他俩同时那个 宣判的 然后胡道平他穿了衣裤 军大衣 他老婆就是咱们之前看那张图片 那么为什么 又把他老婆判了呢 因为咱们从这个所有报道的细节里面 看不着跟他老婆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他到底是怎么暴闭的呢 没说 你说嘛 是 他让他姐夫找那个警察 给胡道平办了个身份 那问题是 也不是他的事 是吧 你说他有罪 他姐夫没罪吗 他姐夫罪更大 而且那个警察罪不大 毕竟他办 但那些人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 这个穷妹子到底怎么包庇了 不知道 反正判三缓四 也不严重 另外咱们说一下 他的第一个老婆姓啥呢 他第一个老婆叫朱湛京 也姓朱 两个夫人都姓朱 所以说胡道平这种人 啥玩意必须成双配对 都得一样 找两个同姓的老婆也是有好处的 一张口你就叫小朱就行 肯定不会出错 这小子就说过 他睡觉说 做梦喊了一个人的名字 他老婆第二天就问他 你喊谁呢 咋回事呢 给他吓懵了 从此之后他就开始啥了 他就特别小气 他也不抽烟不喝酒 他怕那啥喝酒喝多了 说了嘴 你就喊小朱就完事了 反正俩都是 都姓朱 这干啥事必须都得成双配对人 看到没有 这家伙就是既要又要的类型 2006年4月14号上午 胡道平被枪起 414 414在我们当地的普通牌里头 有这种玩法最厉害 414 咱们总结的来说 他跟雷国民是有点像的 但是他的战绩那是差太远了 所有案子总价值是100多 实际上到他手的钱 大约是六七十万 不过呢 有一点就是啥 他确实是享受了 雷国民搞了五百多万 省吃俭用啊 两个人同样都是挨了枪子 雷国民太亏 你看人家胡道平 他只要整了钱 马上就享受 整一万两万三万五万 赶紧先货一把 完了再去干 是不是 享受到了 所以说什么 人呐 不能太省 该消费的时候 对自己奢侈一点 没少 好了 就到这了 结束了 多谢鬼魔哥送点 红包 非常感谢鬼魔哥 贫穷算是万恶之源吧 白哥 差不多 对贫穷就是万恶之源 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说你除了这个 没钱以外哈 纽约是有钱基本上事都能搞定 就看钱够不够 很多这种事情都是为了作案的作恶都是为了钱 有的时候是情杀仇杀 你想想这情杀仇杀 是不是也都是钱的事 对吧 你要是嘎嘎有钱 像马云 像刘强东 是这样 老婆能跟你跑吗 那刘强东把他把他女朋友 刘强东 也就是刘强 龚小精把他给等的 等有钱之后 龚小精不颠颠的 忽实实回来了 给人当的啥钱 给人打过去 这就是例子 马云老婆敢跟他离婚吗 勒死他 那个奶茶妹妹 那刘强东都那样了 那还战略出来爱他 因为没钱 才有那个情杀 仇杀也是 欠债也啥的 不都是因为一亩三分地 因为一个感兵杖 一口破锅等等杀人 就是钱 绝大多数事情 就是钱 因为贫穷 招了就是死 为什么要招 那你看看 反正就招了 警方运用了那个 治某啊 你旁敲侧击啊 你就搞定了啊 至于就啥办法 你找警察还别找我 这案子给我我审 在白鸽说的所有案当中 受害人身份 为小姐的人数 有没有 占一半 没有 那绝对没有 不会到那么多 为什么要在本地作案 在外地作案的话 骗人也不会找到他 在本地不方便吗 他就没心思能这样 他认为就是万无一失了吗 对不对 你在外地作案 想找也能找 也不 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警察就是 除了这招就没有别的招了 还是有的 做了多了 只要有一把出楼子 像雷国民似的 他就没想到 出了一个意外 留下个指纹 给查出来 做多了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 偶尔整一下 不见得能查出来 是不是 但是你做多了之后 那 人不能太省 奢侈一下没啥 我说就这概念 不能那个往死里祸 但是吧 对自己好一点 没啥 就是别对自己太口 你看一群活道 比如 那存享受 就要做 管你那事 房子车啥第一时间 给你背上 然后俩老婆两个小行为 一儿一女 就因为享受 才被骗影排查的 雷国民不享受 不被人给逮捕了 再说了 他的小吃 人都给他逮捕了 他有几大误区 他不该在家里放些东西 其实放些东西 警察也没证据的 你凭什么给他定罪 行程有指纹吗 有监控没有 你看过车在那流的就是我呀 说那玩意说的 这指纹是 那不是跟另一切倒计案吗 那个案子跟这个都没关系呢 对不对 就这概念 要是中国的警察力 这案子又给破了 这个案子破之后 那个当地啊 老百姓敲楼大火的 送进旗 哎呀 那警察老啥了 老感动的 带大捧花 大锦旗 一个给那警察一个人都开花了 特别有种预感 你管那事呢 破了就得了 哈哈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最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